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巴菲特之党 集团一点一滴创造财富 九个超级简单的省钱的习惯 巴菲特在2022年5月1日 伯克希尔全球年会直播中 向在线的2800万观众发出了警告称 民售价格和批发价格都可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且最危险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来 2023年才是经济危机的开始 巴菲特以伯克希尔旗下的房屋建造投资举一来说明 我们持有九家房屋建造商 我们建造了不少的房子 但成本一直在上涨 刚才价格更是每天都创下新高 当股神都警告价格上涨时 我们是时候投资巴菲特运用了 二运用了92年的节俭的习惯 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 我们要为自己省下钱 巴菲特被认为股神的投资大师 以其卓越的投资智慧和节俭的生活方式而闻名于世 除了在投资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外 他的生活习惯也为人们树立了一个理财的典范 在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巴菲特的九个省钱的习惯 并了解他如何通过这些习惯成为的亿万富翁 第一个控制餐饮开支 巴菲特以他在餐饮方面的节俭而闻名 尽管升为亿万富翁 他的餐饮开支却是一直非常低年 这一习惯不仅体现在他的早餐选择上 也反映在他对食品的费用的严格控制上 每天早上巴菲特的习惯是去麦当劳而不是昂贵的高级餐厅 他选择的早餐往往不会超过3.17美元 这包括了他的两个香肠饼和一杯可乐 他认为这不仅是省钱 而且早餐的简单和快捷 也非常符合他的生活方式 当市场不景气的时候 他甚至会选择更为经济实惠的套餐 以确保自己的开支保持在最低的水平 巴菲特的餐饮习惯并不仅限于早餐 他的午餐和晚餐也保持着相似的节俭原则 他经常选择简单的食物 如汉堡、薯条和可乐 他认为这些食物不仅实惠经济 而且味道令人满意 他不会被高昂的餐厅和精致的料理所吸引 因为他深知这样的消费只会增加开支 而对于食物的满足感则相对短暂 虽然巴菲特的饮食习惯 可能与其他的义丸富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这正是他的节俭之道的一部分 他认为过度的食品开支 只会对财务稳健造成威胁 因此他始终坚持着简单和经济的餐饮选择 第二个简单的生活方式 巴菲特一直以他的简朴生活方式而治好 尽管他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但他的生活却一直朴素而不奢华 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 反映在他的衣着居住环境和日常消费上 首先巴菲特的衣着一直是非常朴实 他不会花费大量的金钱 购买高档时尚品牌的服装 也不会被这新款的生日品所吸引 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相似的穿衣风格 不会追逐时尚潮流 他的衣柜中可能有多套相似的西装 而不是大量不同的时装 这种朴素的衣着不仅省钱 还反映了他对外部物质的淡漠的态度 其次巴菲特的居住环境也非常的朴素 尽管他可以选择在高档住宅社区 购置房产 但他选择住在一间普通的屋子里 没有奢华的附加设施 他对住宅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实用性和舒适性 而不是外部的炫耀 另外他的日常消费也非常谨慎 他不会被广告和促销所左右 只购买他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种理性的消费的原则 贯穿了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购物娱乐和旅行 他避免陷入了奢侈品和消费陷阱的诱惑 从而保持了财务的稳健 第三个理性的消费 巴菲特是理性消费的典范 他的购物选择一直非常理性 只购买他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种理性的消费的原则 贯穿了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日常用品 汽车和度假 首先巴菲特对于日常用品的选择 非常的谨慎 他不会被品牌效应所左右 而是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他明白高价并不一定代表着高质量 因为他会比较不同的品牌和产品的价格和性比 以确保自己获得最大的价值 因此他对汽车的选择 也体现了理性的消费的原则 尽管他有足够的财力购买最豪华的汽车 但他更愿意购买便宜可靠的二手车 他明白新车在使出汽车销售店后价值急剧的下降 因此更愿意购买已经贬值的二手车 从而节省大量的资金 他强调了降低成本的重要性 这有助于提高他的财务状况 巴菲特的度假方式也反映了理性消费的原则 尽管他可以选择豪华的度假圣地 但他更喜欢简单和经济的度假方式 他认为度假的真正的意义在于放松和享受 而不是在昂贵的度假圣地上炫耀奢华 因此他会选择更为实惠的度假方式 比如在家中度过休闲的时光和选择住宿费用较低的目的地 第四个长期持有 巴菲特一直坚持长期持有的股票的原则 这是他成功投资的关键之一 他的投资哲学强调了投资者应该关注公司的长期的潜力 而不是短期的波动 首先长期的持有股票有助于降低频繁交易的成本 巴菲特认识到 频繁买卖股票会导致高额的交易费用 这些费用会侵蚀投资回报 因此他选择将资金长期投资那些他相信具有持续增长潜力的公司中 而不是不断的进行的买卖 其次长期持有股票有助于资产的长期的增值 巴菲特相信投资应该是一个持续增值的过程 而不是短期的投机 他经常强调他的投资策略是为了一辈子 他意味着他将资金投入到那个他认可 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内持续增值的企业中 因此长期持有股票还有助于降低市场波动的风险 巴菲特明白市场会经历周期性的波动 而他相信那些具有强大基本面的公司 最终会克服这些波动而实现长期增长 因此他不会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左右 而是坚定的持有自己的投资 最重要的是长期持有股票有助于实现复利效应 巴菲特强调资金在时间的作用下可以实现强大的复利增长 因此他更愿意将资金投资在那些具有持续增长潜意的公司中 以便充分利用复利的力量 第五个避免高利贷 巴菲特的财务原则之一就是避免高利贷贷款 他相信高利贷会严重侵蚀财富 并使人陷入金融困境 因此他始终坚持远离高利贷的原则 以保护自己的财务的稳健 首先他从不耐用杠杆 杠杆是一个借钱投资的方式 可以放大投资回报 但也增加了风险 巴菲特清洗的认识到 那用杠杆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他总是谨慎的选择管理自己杠杆的水平 他更愿意使用自有的资金来进行投资 而不是依赖借款 其次他鼓励人们远离高利贷债务 他认为高利贷债务是一种常重的负担 会使人不堪重负 他建议人们在存款前仔细考虑债务的成本 并寻求更为经济实惠的借款的选择 这种谨慎的借款方式有助于降低财务风险 确保财务的健康 此外他强调了债务的管理和偿还的重要性 巴菲特建议人们制定清晰的偿还计划 并坚守自己的欢款承诺 他认为迅速偿还高利贷债务 是提高财务稳健的关键 可以减少财务压力 让人们更好的规划未来 第六个谨慎投资 巴菲特一直是谨慎的投资者 他明白投资并不是赌博 而是一项需要深思熟虑和分析的活动 他的投资决策过程充满了谨慎和逻辑 首先他强调了对投资对象的深入的研究 巴菲特不会轻率的投资在他不了解的领域或公司 相反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潜在的投资的机会 了解公司的经营模式 财务状况和行业前景 这种深入的研究 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投资的决策 降低投资风险 其次他强调了价值投资的原则 巴菲特喜欢投资那些被低估的公司 记忆市场低估了他们真正的价值 他认为购买低估值的股票可以提供更大的上涨的潜力 并降低亏损的风险 他的投资哲学强调了长期价值的重要性 而不是短期市场波动 此外他不会被市场情绪左右 巴菲特明白市场上出现情绪波动 但他不会被恐慌或者是贪婪所驱使 相反他会保持着冷静 坚守自己的投资策略 不受短期市场的波动的干扰 最重要的是他不会轻易放弃投资 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强调了长期持有的重要性 他相信那些具有潜力的公司最终会实现长期的增长 因此他不会因短期的波动而出售投资 而是坚定的持有 以期待以等待投资的真正的价值得以实现 第七个慈善捐款 巴菲特以慷慨的慈善捐款而闻名 尽管他拥有巨额财户 但他选择将一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 而不是留给后代 这种慈善精神体现了他的价值观 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首先他对慈善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巴菲特将大部分的财产捐赠给了比尔和梅宁达盖茨基金会 该基金会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 如贫困、卫生保健和教育 他与比尔盖茨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并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他们 以确保这些资产用于有益的视野 其次他强调了慈善捐款的长期影响 巴菲特认为 慈善捐款应该着眼于解决长期社会问题 而不是短期的慈善行为 他的捐赠不仅用于满足当下的需求 还用于投资那些可以在未来持续影响的项目 这种长期的战略性捐款 可以帮助社会实践可持续性的改善 此外他鼓励其他富人也加入慈善事业 巴菲特发起了捐赠誓约的运动 鼓励富人承诺将大部分财产捐给慈善事业 他的榜样激励了许多其他亿文富翁 也加入了慈善事业 从而推动了慈善领域的发展 第八个持续学习 巴菲特一直坚持持续学习的原则 尽管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投资成功 但他仍然保持着谦虚和求知的态度 这种持续学习的精神 使他能够不断适应变化的投资的环境 首先他喜欢阅读 巴菲特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 阅读各种报纸、杂志和财经的书籍 他认为通过阅读 可以获得宝贵的信息和见解 帮助他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他在办公室堆满了各种阅读材料 他经常强调阅读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 其次他注重与其他智者的交流 巴菲特经常与其他的投资者和商业领袖保持联系 分享经验和想法 他明白 他们的互动可以帮助自己扩宽视野 了解不同的观点 从而更好地应对市场的挑战 此外他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巴菲特研究过去的市场的事件和经济周期 以了解市场的运行规律和趋势 他认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可以帮助人们避免犯重复的错误 第九个 不断创新 尽管巴菲特坚守传统的价值投资原则 但他也认识到不断创新的重要性 他明白市场和环境经济不断的变化 投资者需要应对这些变化 首先他关注新兴行业和技术的趋势 巴菲特认为了解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 可以帮助投资者发现新的机会 尽管他不会轻率的投资高科技公司 但他会密切关注这些领域的发展 并寻找那些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企业 其次他鼓励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思维 巴菲特认为十手一成不变的投资策略 可能会限制投资回报 他鼓励投资者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 这种灵活性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的把握市场机会 此外他重视创新的企业文化 巴菲特投资的许多公司都注重创新 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 他认为这种创新精神可以帮助公司保持竞争的优势 并实现长期的增长 因此他着动那些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不断的创新的企业 这九个省钱的习惯和巴菲特的价值观 共同构成了他成功的财务管理哲学的一部分 这些习惯和原则不仅帮助他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财务和投资的教训 可以引导我们更好的管理自己的财务 实现财务健康和长期的争执 好了 如果你渴望成功追求梦想 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 点赞分享 让我们一起启程吧 就是这5个鲜池 到了 并且